surface unless to get lost 信不信由你 靈異破案奇彈 那個蘇 caller前半當時18歲 到瑞芳酒irt 那邊有一關帝廟 不然那個關帝廟上面 一個烏里浴飄過來 他就開始顏色鐵青 兩眼就往上掉 他說我還有設計一件 四年前我強奸殺人 殺死了一個女生 台北市有一個女生 也是一樣被殺害 找到三個可能跟這個女孩子 有接觸過 但是沒有任何機證 就用關係人的身分 約來談這樣子而已 第一個 第二個都沒事 到第三個開始談的時候 那隻狗從樓上 蹦下去就衝到二樓 逃著那個真的做 比如那個人就撕牙 要咬他這樣子 30秒後 他突然間全身發抖 他承認是他殺的 結果那個被告才說 我看到狗的背後 這隻狗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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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營現場竟然出現靈異現象 一個小昏昏他長得又高又壯 聽就常常不回家 沒想到他老物夠高 他被殺的那一天 一夢見他兒子來給他託夢 沒有 我跟他打他 他是這樣 老大姨 你知道你在講的過程 來賓應該有看到 對 內斬真滅了 滅沒錯 他就帶去冰冠 他出來他媽一看就是他 因為他生了很多資金 隔天我們要解播 要看看到底是什麼事的 他有什麼跪斷 那個 那個 那個解播門 大門口都要跪 手機都 那盞燈又亮了 你們真的不要在 在這個時候 那盞燈又暗又亮了 好不好 歡迎收看 正正有詞 我們常常聽人家說法隍恢恢 書而不漏 對 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法律是一個講究科學跟證據 像這樣的一個學科 那尤其在打官司的過程 你最常聽到就是 證據到哪裡 我們就辦到哪裡 是 但是證據怎麼浮現出來 那個過程 有很多時候恐怕不是單純 用科學就是可以解釋的過程 那今天在現場 邀請到所有來賓 大家就告訴你 在自己辦的案子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哪一些 當看到這樣的證據 而它背後 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呢 如果要講到這個的話 從小到大 最常聽到的 在整個司法辦案體系 就是法醫系統 會碰到最多是這個樣子 我們常常說 高法雲 我們常常說大體會說話 就是這樣嘛 你在辦這麼多案子的過程 有沒有哪一些是到現在 連你自己都沒有辦法解釋的一些 很奇怪的狀況 我是覺得說 我以前在剛開始做法醫的時候 比較常會夢到一些 有的沒有的 真的嗎 後來好像比較純熟以後 這個死者已經不用再告訴你了 不用跟他講 你看就已經可以知道了 以前我們會徘徊說 這要不要拍 要不要拍 現在他就覺得 你怎麼看不看 沒來跟你講就不行了 所以要郭夢跟你講 對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我為什麼比較不喜歡打 這樣的一些那種 太陽棒會的案件 因為睡覺都睡不好 有人會來跟你講話 可是剛才你碰過有哪一件 你現在自己都覺得 我看那一件是比較特殊 在民國78年 有一個先生 他是讀法律的 他就把他太太就送到我們醫院 以前中山醫大的急診室急救了 他急救完以後 救不起來 那個醫生看他 因為他太長得胖胖的 就五十幾歲 所以那個醫生就認為說 會不會心肌梗塞過世了 他就說對不起我們救不起來 不然我開死亡診斷是給你 你就可以處理了 可是這位先生 他畢竟讀法律他也知道說 不行 你要給他開意外死亡 因為我有一筆意外 有保險 對 一千萬左右 保了蠻大的 民國78年 78年保一千萬 對啊 意外是 他有受懸 還要配意外是 就跟他說你給他開意外 我跟你講 因為我在家吃飯的時候 吃那個水餃 因為他包水餃給他他吃 結果他就卡住了 卡住就昏倒 他就馬上送到醫院來了 結果那醫生說不行 意外死亡一定要 法醫 檢察官到才能開 因為一般醫生只能開 自然死亡 那其他他殺 自殺意外 跟死因不明 都一定要檢察官跟法醫到 才能做 他說倫典輪到我的班 那時候我也是在家而已 我才做了四五年而已 我去我就看 你開意外是怎樣 我說是怎樣 他說 他說 這樣我看看 我一看的時候 剛好急救以後 他還沒使用這樣 身上這個 心臟這個腹筋跟這個手 有出血點 有一點出血 腰種子比較會產生這種問題 因為血管會破裂 會產生這種問題 我就 你有吃到他吃水餃去摘死 他說沒問題 我去家 上來救救我怎麼不知道 我說等一下 這樣好 我跟你說 先生我跟你講 我們法醫很簡單 你只要我們打開這個 火龍 看到氣管裡面 有東西有食物 因為你吃水餃 水餃皮跟水餃餡 有在那裡面 不要阻塞 只要油 你又開意外 就可以開意外給你 他就說 不用不用不用 你要麻煩 你就這樣開什麼就好 我就說 這樣不行 我沒有政府 我不敢給你開這樣 我把解剖一下好了 我就覺得怪怪 可是他先生就很生氣 就說 我就說 你開自然是麻煩 你還說什麼 你怎麼那麼麻煩 我要這個也不要 你要那個 一直把火 一天說 哎呀 不好意思 對 他才有熟 他就說 你再考慮看看 我說好啦 沒關係 結果我就想說 好 算了 但是我也一直想 這不破 大家不行 一定有問題 結果那一天晚上就 就坐了很晚 回到家就很累 就睡著了 睡到半夜才要四點 要四點 那感覺有那個冷氣 因為那時候是氣熱多 我當時沒有冷氣 但是會冷你知道嗎 很熟 我沒有做冷氣 我就想說 冰箱門 我們的關 我們家冰箱的冷度很夠 可以冷到前屋子中 我照片說 快來關屋 沒辦法出 電気很快 不可以 我就想吃 真的不能動 我就想說 今天怎麼... 生活不聽不停指揮 是不是太累了 結果就聽到那個門 在開了 因為我家那個門開的時候 那個鐵門開的時候 會有聲音 所以我就聽到 我問到地門開一開 他一定是有人進來 結果就感覺有人走過來 我就趴在船上的時候 就一直有一個人從那個大門走進來 一直走到我的臥房 可是他走的時候 人家說鬼沒有腳 可是他有腳 他走路會有腳步伸 我說奇怪 這是車子那樣 快點快點 趕快起來 結果他走到我旁邊以後 走來我就趴在這裡睡 他就走到這裡 就站在這裡 站了差不多30秒 站了30秒 我說這個菜那樣也很奇怪 來這裡沒頭帶米 來看我來睡 他等著我說 我去北京也爬不起來 他就躺下來 就跟我 他就連向這裡 我的連向這裡 看我兩個對抗 抿起水 他說 這個米蘭他很胖 臉又大 就胖了 我跟女孩子 歐巴斯昂你知道 我說 唉唷這槌也沒什麼好事 他說 我媽這樣 你不要把我抵成這樣 我幾乎是沒有辦法喘氣 我說你是怎麼媽呢 他就跟我說 我有事找你 這樣 我就奇怪 沒有啊 你告訴我 怎麼會差那麼多 好像沒有辦法溝通 我就 擠他擠起來 真的不見了 我想 奇怪 這個人是什麼 我好像在哪裡看 隔天我就去上班 結果去上班 打擠了而已 我的助理就跟我說 該是 那個警察說 你們昨天在我們醫院 驗的一個 一個你還吃那個 水餃嗆死的 檢察官打電話 問你要不要解剝 我說 喔對齁 等一下 他就拿一張 那個警察 也拿那個照片 來 放你做什麼 你看一下 請你給檢察官 回個消息 我放的時候 對齁 這個 像那個吃水餃那個 我就跳起來你知道嗎 跳起來 天天都要跟那個 大頭照 跑六星人 跳起來看著 喔怎麼會這樣 昨天晚上那一個 怎麼直接就跑出來呢 我就知道 問題大條 就是壓在你身上 然後跟你面對面的那個 對啊 我就說 這事情大條 他已經死了 怎麼還來找 你知道你在講的過程 來賓應該有看到 對 內盞燈滅了 滅沒錯 我們現場 上面的內盞燈 下面的工作人員 剛剛手上一直在起八包 第一時間 內盞燈剛才突然滅了 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一定有問題 他寄來說有事找我了 我就趕快打電話 檢察官 檢察官說 其實檢察官是說 因為有點熟 不好意思 就直接拒絕他 你既然堅持 我們就解播了 就去解播了 解播因為 我一開始認為 他是毒藥物仲土 所以我就從頭先打開來看 那個大腦先打開 因為大腦比較沒有味道 所以你有毒藥物仲德 比如說 披霜 它是一個蒜頭味 金酸甲就是一個杏仁味 還有肝臟的疾病 就是阿摩尼亞味道 還有糖尿病 一個糖果味道 OK 吃安眠藥也是糖果味道 因為那個 所以安眠藥也是一種 所以你現在不吃大蒜 不吃糖果 什麼都不吃 沒有 沒有聞到那個 都以為是在解播 它都有特別的味道 對 因為你如果從這邊破的時候 那個味道很臭 所以你就聞不到了 OK 所以我們都是頭先開 結果一開 我就聞到大蒜味道 雖然很淡 但是你有聞到 披霜 我們就知道肉 披霜 我就跟檢察官說 這個還這樣 好像有問題 要做發炎 就把胃 血液 妙液 都全部做發炎 結果發育回來 就是披霜中毒 那個檢察官就說 到底是什麼進去 然後我們剛好 在胃裡面有一個 胃消化的水餃線 那裡面拿去做的時候 發現那個濃度最高 所以標示 他包在水餃線裡面 OK 檢察官就有點說 意外 這個人怎麼這樣 結果我不要再注意看 他們先生的人 我知道 原來這個人在民國76年 牽涉到一間無女命案 就兩年前 對 兩年前 而且無女命案 因為他很厲害 他 畢竟他懂法力 他可能有威脅那個無女 因為那個無女殺了他的同居人 兩個同性戀住在一起 發生爭吵 另外一個無女把他殺了 殺以後他可能在場 我們認為搞不好他有接一對 結果他就一直說他沒有在 有他的指紋 他說那是我前幾天去的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有人可以發明 那個指紋印下去 可以知道是這個 幾年幾月 對 很讚 那就厲害了 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 那時候是去 說不是 我們沒辦法了 所以我就沒有給他起訴 就放他走 可是沒有想到兩年後 他就牽涉這個案件 那檢察官就覺得說 這個有問題 嫌犯瘋狂舉動 連法醫都不敢置信 那個蘇信嫌犯當時18歲 到那個瑞芳九份 那邊有一個關帝廟 不然那個關帝廟上面 一個烏銘飄過來 他就開始臉色鐵青 兩眼就往上掉 他說我還有射擊一件 四年前我強姦殺人 殺子的一個女生 你在哪裡刺的 你在哪裡欣欣他的 講得很詳細 然後現場為什麼 都沒有任何的急診 他說我把 就沒有給他起訴 他就放他走 可是沒有想到兩年後 他就牽涉這個案件 那檢察官就覺得說 這個有問題 我們就趕快去找他家 其實是要問他說 那到底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那個水餃裡面 有披霜 結果他不在家 他跑去小山那裡 他不敢回家 因為他回家可能 趕快回來抓他 不過我去的門 就開開就在裡面了 結果發現他吃剩 還沒吃的 還沒下 還沒下過那個生水餃 躺在垃圾桶裡面 十幾個就丟在裡面 結果已經經過四天快五天了 那水餃上面裡面 也沒有蒼蠅也沒有螞蟻 什麼都沒有 連那個蒼蠅螞蟻都知道 都知道那個不能吃 趕快把它撈起來 撈起來就趕快去檢查 結果檢查的過程當中 剛好有一個警察很厲害 他就想說 他包水餃包包的 什麼包的不知道 搞不好他在吃的是指紋在上面 還真的十幾顆 找到兩顆指紋是他的 可是那個其實也不能當真 因為他一直否認 沒有辦法就剛好 他隔壁有一家藥局 人家說 他不會在這裡買 就招一門藥局的老闆 他說 唷唷 要跟他一個禮拜前 那個黃先生 他有來買鳥雞蟻 他說他那一家鳥雞蟻很大 所以他買兩分才有夠 所以他很急 他買兩分 所以就知道原來是他買的 後來就 夾蟻起勢 後來又判刑 他好像判了五起 我記得是這樣 這個如果他先生是學法律的 他當時做這件事情 也沒有學金 因為當律師的都知道 如果他當時就算開了意外死亡 去打保險官司 那個保險公司不見得恢復 因為YES在保險裡面 各位YES算不算意外 算了我們是算了意外 但是在保險裡頭 YES就是你如果是反胃 然後出來YES那樣 算不算意外 你們一般來講算意外 這個有時候 在保險裡面 他不見得叫意外 到最近還有人在打這樣的關係 有有我知道 因為意外 在保險裡面說意外是被撞到 被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才叫意外 從你自己肚子裡面或什麼 噁出來的東西 然後自己YES 那個不算 但是我必須說 如果不是像高法院 所以他們有人來告訴你這些 然後這個案子大概就會變成 該怎麼開就怎麼開 可是你們毒法院很厲害 一旦開出死亡診斷室以後 他就會馬上把屍體燒掉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高法院請問一下 那個人來看 然後壓在你身上 跟你面對面這樣 你都不會怕 也是會怕 會怕就好 會怕就好 我從他進兩個到來 我就怕到 真的有帶到 可是我知道可能有問題 那個是你辦案子裡頭 第一個來找你 對第一次 那是第一次 那時候我才做了五年 四五年而已 那從那時候開始 我偏向你這樣 如果是我 我就決定轉行 不是嗎 我幫你先冤 但一定有很多冤案 我不能沒事三更半夜睡覺 都有人來找我 對啊 但你沒有 你還是繼續往下做了這麼多年 決定轉行的不是這個 你有前進和他決定轉行嗎 決定轉行是有 解剖一個AIDS的病 的死者 被槍殺的 因為我想說 這個可能還會感染 我就跟人家說 這個不要破 我們一個禮拜再來做 因為一個禮拜就完全死亡 AIDS不會感染了 可是簡單說 就堅持說 五天 一定要兇手 因為那種煙燒的問題啊 你趕快幫我做啦 那雞肉做了 剛才砸了一天 就剛好要做了一個 傷口 那真的整個腳趾都冷了 像我 這醫生不要做這個 算了 不要雞肉 不然我自己 問到AIDS也衰得對 我們如果說 人家一定說 你不要騙人 解剖哪一問AIDS 一定是那個 對 人格是三次 對 你是故意掰一個禮拜 不過說實話我覺得法醫 然後包括刑警 包括記者 因為在過程當中 很多的案件要靠他們大家去 找到證據 然後去幫忙 然後降破 我一直記得是有一個 有一個記者朋友 不是AIDS 是另外一個記者朋友 他有一次在講說 他去現場 去命案現場 以前命案現場 現在不知道要拉那個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 記者都跑得比 比警察都還快的人 對不對 都會直接知道 那就直接衝到現場 我記得那個記者朋友跟我講 那是個吊死的案子 他就 警察都還沒有 他就衝到 衝到那邊 一進去就衝到那個房間去 那你也不知道 吊死的人在房間哪裡 就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去看 他就說那個門一推開 然後就 然後一推開 一進去 那個實體就在他前面 然後結果那個人的臉 剛好轉過來 就跟他這樣子 他說他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個臉 對 所以從此以後 他都衝得慢一點 就等到警察到以後 所以牛座常會這樣嗎 衝太快就這樣 所以還是被託夢比較好 有時候常常遇到 真的 真的常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像這些事 我剛剛就講 所有的辦案的過程 包括我們打官司的過程 都一定要拿證據出來 要不然的話 你沒有證據說實話 你自己覺得再有道理 當事人覺得再冤枉再委屈 都沒有用 都要看證據 只是證據怎麼浮現 譬如說要靠法醫 然後高法醫 還有人託夢告訴他這些 那高警官 你們辦案的過程 有很多證據出來 甚或當事人認罪 也有一些很奇怪的 其實這種案子很多自白的 你看自白幾乎 他的刑責都比較輕 因為你今天你犯了一個重罪 你要自己讓你自白 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在民國86年 1997年的時候 12月在我們 那時候叫台北縣 瑞芳分局那邊 曾經發生有一個 那邊郵局 有一個16歲的高中生 高中女生 那高中女生她每天早上 她是念夜校 夜見步 那每天早上 她就會幫媽媽 在郵局前面賣水果 那賣水果 那有一天她身體就不舒服 就跟媽媽講說 那媽媽我中午想說回去睡個覺 那下午5點 你再回來家裡叫我 那她中午12點多 然後就回家裡去 回家裡去 想說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媽媽到了5點多 想趕快回去叫妹妹起來 要上課了 回到家裡 門沒鎖 那進去一看 妹妹趕快還躺在那個 日式的榻榻米上面 那棉被一拉起來一翻 哇 全身都是血 頸部以下到腹部 媽媽嚇死了 嚇死了 已經死亡多時了 那趕快報警 報警警方到現場之後 因為我們的DNA做法 和當時的一些採證 我們沒有辦法像現在的那麼的好 那是我們的監視小組成員 都開始慢慢培訓而已 那所以在現場 採不到任何的急症 也採不到任何的指紋 沒有任何的線索 因為妹妹是 這個妹妹是一個很單純的高中生 第一個 那爸爸媽媽就是很單純的賣水果而已 也沒有跟任何人結怨 就延宕 一延宕了好幾年了 過了三四年 到了2001年 那一年 因為警方也沒有把這個案子當成一回事了 後來就是 當時瑞芳分局 轄區裡面出現了一個大盜 就是一個窃盜 每天 很多人 老百姓整條街 每天每天就報 就是 那警方埋伏了好久 就逮到一個蘇信的嫌犯 那個蘇信嫌犯當時18歲 那18歲的蘇信嫌犯 警方一逮到 一問他說你總共偷了 我們瑞芳這地方有多少案子 他說算一算 算不清來了 但是應該有 幾百件 那警方幾百件 聽起來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警察的積分是這樣 有一件就是一個分數 一百件就是 一百個分數 是哦 对对对 那我们警方是 一个月可能这个分数 时间就过分数了 那我们第二个月 就来办第九十件了 这样分数才过 对 这样分数可以办一年 多到一个案子 吃一整年 那就很开心了 就慢慢办 但是后来还是要把它移送 那因为要去查张嘛 那去查张的时候 因为一天我们那个学弟 叫杨无巩峰 他当时就开车 载着这个嫌疑犯 和他们的我们车上 我们的刑警 到瑞芳九份 那边有一个官地庙 那官地庙的时候 我那个学弟想说 要上个洗手间 那棒就 就想说其他的人 在车上看着他 那进去上厕所出来之后 那个嫌疑犯 这个苏信嫌疑犯 出来 突然那个官地庙上面 一个乌云飘过来 本来太阳很大 然后一个乌云飘到 把太阳遮住了 刚好遮到那部车 他们的真房车 他站在真房车旁边 他就开始脸色铁青 脸色铁青之后 两眼就往上掉 那我们那侦察员说 你不要再假了 快一点 我们搬一搬 把你移送到地检署去 他就 那个态度动作完之后 他就自己左手 拉着右手 手拉着自己说 你不要拉我 你不要拉我 自言自语 没有人在拉他 也不晓得他在喊什么东西 然后他手就 硬生生的 把两手自己好像演戏 这样掰开 那其他现场的警员 看着也吓一跳 那就先冲上了 但是也不把它放在心上 带回到警分局之后 因为我们警察 最后做个笔录就说 你以上所说的是否属实 那对本案是否有 什么其他意见 还是有什么东西 他就自己讲一句话 他要讲之前手又来了 他要讲话之前手又来了 你不要拉我 你不要拉我 请他的所有的警察 十几个 看呆了 怎么你自己拉自己 其实叫不要拉你 他说我还有涉及一件 四年前我强奸杀人 杀死了一个女生 那就一个一个来问他 你四年前怎么样犯下的案子 你先讲一遍 他就自己开始讲 他说那一天他骑的脚踏车 那年他才14岁 他骑的脚踏车 要经过瑞芳街道的时候 经过他的同学家 想说进去里面 那进去里面 突然他姐姐出来开门 就是这个死者 出来开门的时候 那他就扬成说 我要找我女弟弟 那女弟弟的那个 我见女弟弟的电动玩具 他还没还我 那进去之后就走了 走得正书姓少年 回到家之后 吸了强力胶 然后色心就大发了 第二趟又回去 就回去在暗门里 就把他那个死者又骗开说 女弟弟他那个 还有跟我借漫画书 顺便叫他一起还给我 那一进去之后 就拿了一个刀 就嫁住这个被害少女 嫁了他之后 就因为吸了强力胶了 那就受信大发了 就把他全身扒光 扒光之后 那就把他性侵了 性侵完之后 抢了他身上的240块 那抢完之后 他想说不行 他这样伺机败露 他马上就是把那水果道 从他胸口颈部这边 狠狠地刺了好几刀 总共胸部刺了21刀 21刀刺完之后 刺到刀柄可能断了 之后警方问 我们那全力问他说 那你刺到他之后 你后续 你在哪里刺的 你在哪里性侵他的 他就 他说我进去的房间 右边的第一个房间 那个不是床 也不是地上 就是像日本式的榻榻米 讲得很详细 然后现场为什么 都没有任何的急诊 他说我把现场 台北市有一个女生 也是一样被杀害 少了三个可能跟这个女孩子有接触过 但是没有任何机证 就用关系人的身份约来谈这样而已 第一个第二个都没事 到第三个开始谈的时候 那只狗从楼上轰下去 就冲到二楼 逃得那个 这么做 这么做 就撕牙咧的腰咬他这样子 30秒后 他突然间全身发抖 他承认是他杀的 结果那个被告才说 我看到狗的背后 是 关老爷牵着那个女生来 你知道吗 就是在狗的背后 就是像日本式的榻榻米 讲得很详细 然后现场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急诊 他说 我刚本来还想问说 一般法医在这种案子 一定都会收集到很多毛发 都会做比对 所以他收得这么干净 收得干干净净 毛发吞到肚子里面 所以完全警方到现场 完全没有找到凶器 没有找到任何的急诊 我以为急诊都找不到 那这个案子就从他 你自己片面自己讲出 片面支持你讲出了 也不能代表什么 但有可能反悔 对 有可能 你到时候说是警方 把你刑求逼疯 这到底是什么案子 我们那时候讲 因为到地检署检察官 他那边看了这个案子之后 觉得这种案子自己自白 他当时年十 十四岁 被害人十六岁 那你为什么 你要自己讲出来 他说没有 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从头到尾我不知道 就完全否认 所以他被判无罪 当时被判无罪又出来 出来之后 没多久 又来一次了 警方逮捕到他那个窃盗 又是贯窃 逮捕到他之后 他又进去了 一进去 一二度 又讲 所以很奇怪 他后来是有把他起住 有判刑的 所以这种在我们 目前警方侦办过的史上 倒是很少见到 刚才高警官讲的那个 所以为什么过程我会问 因为当律师都知道 因为他是自白 他就自己讲 等到到了 我们的经验都是像这种事情 到了检察官那个地方 一定翻供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当时如果照高警官这样讲 左手抓右手 因为到了检察官那个地方 他只要没有左手抓右手 他只要不是这样子 检察官一定会问说 那没有道理 因为自白完 我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佐证 虽然他讲的现场状况 也很清楚这些 但是你还是需要有 就连毛发都吞掉 我也不懂 毛发吞掉干什么呢 金义咧 金义他也吞掉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当时的 我说当时的 那个我们的警方 在民国86年那个时候 我们的微乌激政 还有我们的财政 技术没签在哪里 对 不过刚刚这个高警官 所讲的这种案例 有时候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 会莫名其妙自己承认 对 像我跑过一个新闻 台北市刑警大队 台北市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这个 我忘了是高中生 还是大学生 也是一样被杀害 性情杀害 然后全身都是血 所以后来就把他那个血衣 血衣必须要自然风干 就送回台北市刑警大队的 见识组 然后就放在那边风干 晚上的时候 那个负责值班的那一位姓曾 我好朋友一个情景 然后那天晚上呢 就他在打一些资料干什么的嘛 然后呢就突然间 因为那时候没有任何线索 突然间他闻到那个 很血性的味道 回头一看 那晾在那边那个血衣 他吓死了赶快冲进去跟组长 组长在睡觉 跟组长 我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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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怎么可能啊 对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然后出来以后看 没有 你知道吗 没有 那这个组长心里想说 会不会是死者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像高法一的托梦一样 所以他心里面末导说 你放心我们一定尽量帮你破案 尽量帮你找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你的话 你能不能让我们知道一下 就你知道吗 里面都关起来 那一件血衣 突然间莫名其妙自己掉下来 就在他末导完以后 那他就说一定有问题 然后从那个血衣后来验出 两种血型的这个 等于说DNA等等 有歹徒有受伤 那可是问题是 还没有知道是谁的时候 隔天台北市刑警大队 我们那个警察局都会养狗 都会养流浪犬衣 小黄小白这样子嘛 他又养一条 然后呢 都是把他练起来 就不知道为什么 当天那个负责侦办的 就资源 刑警大队都会资源分局刑事组嘛 然后呢 资源就找了三个人 可能跟这个女孩子有接触过 但是没有任何机证 就用关系人的身份 约来谈这样子而已 第一个 第二个都没事 到第三个开始谈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 之前他有跟我联络过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子 你们一定要把凶手抓起来 就在做笔录的时候 那只狗从楼上挣脱 那个绳子挣脱 冲下去 就冲到二楼 正在征讯的那个过程过来以后 朝着那个真的做笔录的那个 就撕牙的 要咬他这样子 30秒后 他突然间全身发抖 他承认是他杀的 你知道吗 他怕被狗咬 不是 不是 怎么会狗要咬你 然后你就承认啊 然后这时候 厉害的刑警忙着做一招 那个录音跟录影 有没有 我先录在说写字白吧 因为你到时候字白一定翻过 对 所以录音录影啊 你自己说也不是我行求逼录 说完以后爽了爽翻了 莫名其妙就破案了 最后他移送的时候问他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狗这样一叫就这样 各位警察单位是不是都拜关公 对 但是你们不知道一件事 关公是意气为上 所以 中意为主 所以呢 如果你是冤死的被害人的话 进警察局要申冤的话 管公不懂 你知道吗 管公不懂 就是说我们都是认为 警察局为什么会闹鬼 有些被害人可以自有进出 官公认为你有冤屈的 结果那个被告才说 你们只看到一条狗 我看到狗的背后 是官老爷牵着那个女生来 你知道吗 就站在狗的背后 然后那个女的就 就拉着官老爷的手 指着我这样子 所以三十秒后 他就全身发抖 他承认是他干的啦 这是莫名其妙 真的是无法解释 他为什么就自己承认是警察 对 那是他自己讲 他看到那些 我本来还想讲 所以那只狗 那只狗是古代的神兽 那个名字叫谢智 各位你知道吗 古代的神兽叫谢智 就宪兵那个 宪兵的那个背章上面的那一只 那是古代的神兽叫谢智 那就是古代当判官太容易了 就把那个谢智牵过来 这两个人站在那 高大臣谢政武 拿一个翻 他就吐谢政武 就是谢政武 你看古代派很多容易啊 就谢智去吐谁 谁就吐 那只狗就是那个神兽 原来不是 是背后还看到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 证据的浮现到底是什么 都要靠证据 只是证据怎么浮现 你一定听过包工 日沈阳 夜断音 那这是包工的 但是我不晓得 张天真律师 我们大家是同行 都是道长 但是你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纪工律师 没有啦 你为什么会 有这个机缘 然后会跟纪工师傅 就是我 76年到77年 在宜兰先兵队 那时候派军事法的警务士 那时候呢 那二十个月里面 经历了十件 大概军人制裁 或者军人被杀害的案件 然后都要去现场看 那那时候 就是跟灵界开始接触 那接触的原因是 每个案件基本上 第一件是七天前 只有五天三天前 就心绪就非常的奇怪 会很错乱 你说你 对 很痛苦 然后那感觉来说 前面不知道 后面就慢慢知道说 有案件要发生了 那我就开始准备 相关的那个收盛器材 笔录纸 然后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为什么会先知道 有人要死 为什么你会先知道 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 对 但是那个问题之后 我就慢慢慢慢沉寂 可是后来 84年的时候 是我弟弟 肝癌末期 最后人生一百天 碰到寄功佛佛老师 那师父就是 就说 我没办法救你的肉体 但是我可以度 我弟弟的灵性 所以那时候呢 他度 那就一百天之后 他就承道回去 回去之后 他大概一年多 他来人间 就是他的灵 不灭嘛 所以来的时候 就来沟通 所以后来我在研究灵学 他给我很大的启发跟帮助 就这样子逐渐的 所以我昨天 我的节目 我还回去把 这十几年来 我碰到了十件冤案 去做了一个图 整个全台湾 最远到东营 然后最南到台东 然后第一件 就是赤水旗的命案 这其实是我自己去爬山 感应到的冤魂 什么叫爬山感应到 就是那天 所以你千万不要随便爬山 这个案子非常有名 这个案子很有名 这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层级的案件 被遗忘的一个尸体 放在这个彰化寺殡仪馆 第十二号冰柜里面 但是呢 就是他被遗忘了 都没有人去管他 这案发是发生在 民国九十一年的 这个田中 彰化田中的 赤水旗公园门口的 边坡的草丛里面 那这个女孩子呢 事实上是个妈妈 那她当时呢 她被杀害之后 气室在那里 因为火烧完 然后气室在那里 那我是 91年她死掉 然后92年10月呢 去爬山 在这个92年10月 秋高气爽上去爬山 走到公园门口的时候就 就突然间好像被电到一样 那头发也都竖起来 你有没有觉得冷 那非常冷啊 非常冷 公把衣对 很冷 冷冷是觉得 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说有些房子进去 会觉得很阴冷的话 基本上都有灵界的朋友在里面 OK 这个是一个经验 那很冷 而且它会让你毛孔多多竖起来 不只是屁股掉下来而已 是几乎不太 我真的被电到的感觉 那我就觉得 以自己的经验知道说 这是冤死的冤魂 那而且心里会觉得 那种所谓的心酸悲楚 很明显的 真的喔 隔了两个礼拜之后很奇怪 就看不到什么东西啊 两个礼拜之后 我又从田中 那我是住到二邻 那朋友约晚上去 那个社头的那个 组安咖啡喝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 那个警官来巡逻 王者破梦喊冤 母亲做出惊人之举 一个小汪汪 她长得又高又壮 听 就常常不回家 没想到 她老母告诉她 她被杀的那一天 一闷间她要起来 让她破梦 她没想到 她是这样 我就带她去冰冠 她家里 她没带到三个鱼嘛 因为 她身上很多刺青嘛 对啊 如果一人 我们要直播 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事的 她有直播门大门口直播门 手上 我朋友约晚上去社头的 那个组安咖啡喝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 那个警官来巡逻 那我朋友就看了说 那个队长来了 他就上来聊天 聊聊我就突然想到 那个两个礼拜前的事 我问他说 公园恰嘴嘴嘴说 门口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他说有啊 我做刑事组组长的时候 就有个女的气势在那里 她现在没有破啊 我会觉得 那真的是很悬 所以冥军中有人在帮你 牵引这个音源 但是问题是 你没办法去启动这个调查 因为我 那只是 当时已经只是职业 那时候我也没职业了 那时候还没职业律师 退营到二林去盖我的 那个广义工的那个庙 所以基本上就退营了 那结果呢 到94年的时候 农历七月的时候 邻界有个朋友自己称说 我是叫北级罗王身 北级罗王身 就灵界的修炼者 他就是命案现场 那个所谓古山 田中有个古山的 那里山头的修炼者 就正义的那个灵界的老大 他应该死后呢 把那个女的冤魂 收在他的座下 他来跟我讲说 如果你想要办案 破这个案子 一定要当地的城隍爷同意 才能启动这个侦办 我去调查 我说奇怪 田中应该没有 没有这个所谓的城隍面 因为我知道 后来问那个内湾派出所 就案发地的派出所 他说有啊 在山脚下 旧的佐水溪案 有个百年的 叫做雾修堂的 那个峡海城隍爷 分铃去那里的庙 那去宝贝的时候 城隍爷不在 但是那个谁 八爷在 那八爷就跟我说 他很清楚 通灵一边跟那个师姐通灵说 第二个有共犯 然后再说 案发点在婆家 宝贝都两杯两杯 就这样子 可是问题没有用啊 因为什么 当时警方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因为这个女的龙乳是240公克 当时已经没有人用 那么大的那个尺寸嘛 所以认为她是东南亚的配偶 或者是大陆的新娘 所以呢 我觉得那没办法了解 就警方的搜 这个调查方向 就是错乱了啦 所以还包括警察 办案的时候车祸差点死掉 所以大家有惊到 不敢办这个案件 就让他遗忘在那个冰柜里面 可是没想到到了那个 96年他就下葬 冰了五年之后下葬 那到了98年的时候 98年初的时候 刚好我那时候 那个彰化地址所检察长 施量坡检察长 刚好庙要入伙安座 他提早来庙里做一做 我就讲了一个小时之后 突然想到这个案子 我就把我的拔杯的资料 三张 我就拿给他 我说检察长 你这个案子真的要重启 这个女孩子很可怜 还冰 我以为她还冰在冰柜里面 她说有这种事情吗 她说不知道 后来重启这种办之后 刚好她的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妈妈 她女儿也报案了 可是一直找不到妈妈 那她也怀疑是爸爸杀她的 所以她台中二分局的 那个张文通小队长 也在侦办 那她利用的技巧就是 认为她这个 因为她的凶手是爸爸 对不对 这凶手呢 以前呢 很贪小便宜 又做过她的宪明 所以她就在她工厂 去查她漏电 然后呢 一查来知道说 真的 他们就内讧嘛 就为什么 这个爸爸呢 有个小三 后来结婚了 那这个被害人叫陈经理 他们陈经是夫妻 两度结婚 两度分手 然后就在这个恩怨 为小孩子的教育费 在家吵架 那就是这个凶手 叫丘姓的祖贤呢 就跟这个后面娶的太太呢 他们就带了两个未成年的 约了这个前妻 一起去谈判 到婆家足旗去谈判 然后从一江桥出发之后 路上就谈判破裂嘛 就故意在饮料里面 下了安眠药 让她那个强症禁忌 让她昏睡 然后半路的时候 叫年轻人勒 用毛巾 两个小孩在后面勒 毛巾太短 没有勒死她 她刨下车中 棍子把她打昏 打昏之后泼汽油 活活把她烧死 烧死了 用除袖去把她脸 脸指纹掌纹 全部把她毁灭掉 然后她气势到 恰嘴起来说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才发现 冰箱又冰了 接近六年 所以这个妈妈 立即了所有的苦楚 跟血汗 然后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凶手爸爸 孩子还小 她不想破案 宝贝 那天宝贝的结果是这样子 因为她说她是陆沛 又是东南亚的新娘 那我说答案是不对的 我说那是不是突然想到 说是不是孩子还小 你不想破案 她说对的 后来真的破案了 然后破案是在 母亲节的前夕 所以我认为 这个陈经理女士 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 为了小孩子 被这个老公跟小三 把她杀害了 这么多的死法都经历了 她还是忍耐着 等着足足七年才破案 这九十八年才破案 可是我还是想问 那如果要是像高法医 虽然过程有那些 就是刚刚你讲说 有人来告诉你 或什么 可是最后还是要看 那个证据出来是怎么样 只是那个证据浮现的过程 那如果要是听 刚才廷正律师讲这些的话 跟你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合作的吗 会不会 我们要 她讲的话 我们如果相信的话 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去做 OK 所以你们还是会信一些 我简单讲 我讲这个故事也是这样 那个是 一个小婚婚 她长得又高又壮 听就常常不回家 住在南投 一个小村庄 她都不敢在她村庄闹事 她都跑到隔壁村 比较快要说话你知道吗 她说一个人乱 她以前打电动 输了不互钱 贏了 那有这种事情 就乱得很厉害 所以那个老板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老板 也没想到他 他那么大朋友 有一天刚才 他两个儿子 有一个去做兵回来 因为做兵回来 身体很用的 就好了 两个人在那里推 把他抓起来打 看他怎么样 打人家没有办法 那个弟弟就去拿那个刀子 一只给他哥哥 两个就把他刺死了 至于这家里里有很多学你知道吗 他就快清清的 把这些大地包起 开去 在那里面好像也没有 用拖子 拖子两三百公斤 都待在路边 那个村庄很奇怪 大家都很合作 大家都假装都没有看见 那个尸体在路边 对 大家经过都没看到 对 然后刚好警察会醒楼 怎么一个人躲在那里 一看 人撞起了 辛苦两康嘛对吧 可是没有什么血迹啊 这个不是第一现场啊 他就问隔壁 隔壁都没有人讲 讲 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就没有办法就说 没办法 没有 请高医师来看看好了 警察就说 我那个男的很远 你把现场照片照一照 传过来送来台中解播 送来之后 我本来就放在上 也不知道是谁啊 都没有人嘛 也只有伙伙伴 等两天 看人家在那里面 就要公告出去说 失踪人口 没想到 他们老父有狗狗 他被杀的那一天 杀死的就是下午 差不多四点钟 他妈就说 他觉得心跳很紧张 他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坐立不安 结果晚上他睡着的时候 就梦见他儿子来给他托梦 说 阿母 我叫他他是这样 他也就叫他报警 他就去报警 他就去报警 报警最好笑的就是 警察就说 你们警察一顿没回来 一顿没回来 你就说他四顿才厉害 他就说 没有 我真的有忘掉 拜托一下 那警察就想 对了 他形容那个长 身高什么都很像那个人 就隔壁村那个 对对对 他就说 阿不 老师我们来人好了 就带他去病毒罐 带他 你母一看就是他 因为 他身上很多刺青嘛 对啊 所以他妈妈一看就知道了 不用讲了嘛 就隔天 我们就要说 知道人嘛 对吧 接着老母来说 我们要解播 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事的 他怎么搞的 他人家有在拒练的 那些 那些 接播 接播门 大门口都在拒练的 手押了 没人可以 王爭母親外異舉動 對案情有何幫助 說我女兒已經死了 你不能再解剖 我女兒很怕你知道嗎 那個檢察官就跟她說 我女兒你還要確定 那是你女兒 你好小的 她說有啦 我不用看也知道 上廚二三十年才不知道她是我女兒 她叫她說 阿婆你這樣看 阿婆你這樣不好照顧 她小娘整身去車輛車 妳怎麼對 我們是要抓風車妳也不要這樣 我女兒就知道不好意思 覺得 鄉公公小娘咬不好 覺得很抱歉 好啦不然這樣 不然把我們破得太厲害了 不然我們進去就解剖 就解剖就發現說 這邊一刀這邊一刀 有夠氣味 大概十八公分以上 十八公分 就刺得很深 因為刺得很深以後 如果你這一刀刺到這裡 那這個肺就塗上來了 所以你這一刀就刺不到肺 因為肺就跳起來 你這刀刺下去 你滑肺就跳上來了 所以你就刺不到心臟 可是它兩刀 一刀心臟一刀肺 兩刀都刺到肺跟心臟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兩刀是一起進去的 那一起進去 你在九十度 你不可能拆到九十度 兩斤都刺十八公分以上 我們就懷疑兩個人 然後那個電動的老闆 他就跟他兒子說 事情就住了 人家已經在刺 我告訴你去主秀 結果他弟弟就十六歲 他說未成年 未滿十八 他就去主秀說我帶的 結果他們老夫還要老 他一承認說他去殺的時候 他媽隔天早上又跑到警察局 他說不行 我叫我來幫我討伐 他說有兩個人帶的 你不行這樣 有兩個人 那那刀子藏在那個 那個細細的地方 旁邊有一個廟 那廟有一個大刀 那刀子旁邊有一個 他鞋一口在把刀子帶在裡面 你去找就有 真的去 真的用那個報紙包起來 兩支刀子就 就放在裡面 結果拿起來 去測血跡是死者的 那個手把那個指紋 一個是他弟 一個是他哥哥 當然就兩個人對不對 可是他弟弟就堅持說 沒有 是他哥哥拿刀子來給他 所以他有剛剛哥哥的指紋 那一支刀子 後來我記得他哥哥好像 有不起訴了 我記得是這樣 我忘記了 不過剛才高法醫講那個 真的讓我們知道 為什麼大家都會說 那個 那個 那個屍體會說話 因為 因為很難想像 你怎麼會光看屍體的傷 就知道會有兩個人 因為從人體來看的話 一刀刺下去的話 心臟會跳起來 所以你不會刺到 導播你們不要鬧了好不好 那盞燈又亮了 你們真的不要在這個時候 那盞燈又暗又亮的好不好 OK 王者托夢懇求 心情尋現破案 靈異破案 不要看機緣的 好久沒去新店師傅那裡 就到了這個廟裡面 師傅說 你們兩個辛苦了 你們兩個用最費用 在夢裡面 一個燒焦 被燒焦的死者 直接跟他拜託 跟他懇求啊 說明自己的名字 講得那麼清清楚楚 求求你幫我破案 醒來了 師傅跟他說 因為你們要進來前 後面跟了一個 燒焦的男人 既然他沒有辦法開口 可能可以脫夢 所以就讓你們去睡一覺 沒想到這睡一覺 就破了一個命案 百億親眼目睹 王者顯靈求助 有一個神棍 就是利用中家炸財 要拐騙這個女孩子 兩個去偵查 就把他惹死 我一看我就覺得 那也不對勁 怎麼有人上吊自殺 那個椅子倒到前面去了 那一天晚上就 我就覺得說 怎麼有一個女孩子 長頭站在我家那個門口 他就拿一個鑰匙 他說 怎麼開門沒有花鈴 就不見了 我就一直看那個鑰匙 這個如果來採指紋 如果是那個女孩子的指紋 就很好笑 可是如果是我的指紋 就更好笑了 是